6月1日,黄飞红系列网络电影的第二部《黄飞红之怒海雄风》在横店正式开机 出品人总监制李贤主演赵文卓携导演麦子善 制片人又在特邀主演母亲米娅 主演威妮、李璐彬、魏小欢、晨晨、高学明等演员一起出席了影片的开机仪式 此前在黄飞红之南北英雄的影迷建议会上 影片出品人总监制李贤主演赵文卓先生就曾透露过关于黄飞红系列电影的消息 并坦言想通过黄飞红系列电影重新塑造一个中国的民族英雄 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据悉黄飞红系列电影的第一部《黄飞红之南北英雄》 是赵文卓时隔26年之后重新演绎这一经典形象 而影片所呈现的宗师气质也为影片积累了很多忠实的粉丝 像第一部如果是讲表面上来讲 大概的就是第一部是打洋人 第二部呢因为是打日本人 因为在印象当中呢黄飞红没有和日本人打过 而且是讲是在南海的事情 所以这块还是蛮有意思的 此次的黄飞红之《怒海雄风》 不仅延续了前作《真刀真枪》的武术动作风格和紧张刺激的情节 跟力邀知名导演麦子善和新锐动作女星母西米亚加入 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 此次合作也是麦子善导演时隔26年与黄飞红这一IP的重逢 麦子善导演在现场分享了关于影片黄飞红之《怒海雄风》的一些创作理念和想法 对于此次与赵文卓的再度联手 麦导也表示非常期待 大家都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真的有他的年轻一路看到他现在 所以我觉得是真的很冲心 国际也很开心 麦导是储存了二十多年对黄飞红的情感和能量 一下就用到这一步 这个我也不想给麦导他的压力 只希望您保重身体 好啊